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念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 那有一次我在跟他们上课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说小朋友请问一下 是人比较有价值还是牲畜比较有价值 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毋庸置疑 我想我们的答案一定会跟小朋友给我的答案一样 因为小朋友异口同声都跟我讲 传道当然是人比较有价值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的答案 动物怎么能够集得上人的价值性呢 所以当然在所有神的创造当中 我们都认定人是万物之灵长 那当然人是最有价值的 这个是我们的答案 那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请大家思考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事件 然后你再回答我到底是人比较有价值 那么或者是牲畜比较有价值 我们以前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正义书教会我们都是礼拜六 一个礼拜的第七天 那么是安息日的聚会 那么礼拜天呢 当时我们是宗教教育的聚会 分成礼拜六跟礼拜天 那么跟现在的聚会的形态模式不是很一样 那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就是安息日 那么骑着脚踏车要到教会去参加安息日的聚会 那脚踏车骑呀骑呀 我就跟一辆这个载运这个租载的车 那么跪车交错而过 那刚刚交错跟这个运租车交错而过的时候 那我就听到后面 啪一声好大声 我就赶快回头看 原来是这一部运租的车主 他的这个车门没有关好 所以有一头猪呢 从这个车上 他就摔到地面上来了 那我回头一看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头猪 头部先着地 啪那一声 就是头部着地以后 撞击到地上 然后呢 他的头破裂 开始流血 那这一头猪躺在地面上 因为失去行动能力 所以他就四猪一直抖动 四猪一直抖动 抖动 抖动到最后呢 好像没有动了 那那个时候临近有几户的住家 大概五六户的住家 没有很多 那这五六户的住家 一听到这样子的声音 他们也跑出来了 我跟那五六户的住家 那就一直在看那头猪 从这个流血头部撞 撞破了 然后开始流血 身体抖动到最后 不动了 那这个住家 一看到这个猪不动 因为我离这一头猪 最近 各位住家 这些长辈 用答案告诉我 哎 年轻的 死不 年轻的 还没死 我站在这里 没有啦 去看看 你看看那头猪死了没有 那我就 接近那头猪 讲起来真的是 没有尊重他 我用脚踢他 踢下去 从这个猪头 从这个猪的身体 我踢了好几下 都不动了 完全都不动了 那我就跟这些住家说 死了啦 日丁冬了啦 那讲了这些话之后呢 这些住家 全部都跑 全部都跑回家 心里面想说 一头猪是在怕什么 对不对 死地啊 说有什么好惊 怎么全部都跑回家呢 那内心还在那里 感觉到很纳闷的时候 那么隔不到十秒钟 那么这些住家 全部又跑出来 因为他们回家 是去拿什么东西 拿菜刀 刀灯一起 菜刀十秒钟 全部跑出来 大家菜刀拿起来 就你一刀 我一刀 然后怎么样 温体猪啊 这个猪肉好得不得了啊 因为那一部 那一部货车 运猪车 叫他 司机没有停车 就走了 怎么叫他 他就没有停车 就走了 那一头猪就在那个地方 大家七手八脚 那大家晓得 这个猪还有内障嘛 因为还没有宰杀 那内障里面有一节叫做大肠 那我站在旁边 我看他们在昏尸的时候 都没拍摄 也没感到怕 现在等着昏尸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下刀太蒙 把这个猪的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个大肠 一刀砍下去 那个大肠破裂了 那大肠里面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叫米田公 那个米田公就 下刀 喷出来 就喷在他们的脸上 喷在他们的衣服上 就这样 该是很臭吧 那那些祝父呢 没有人说 哎哟好臭哦 赶快回家洗澡 没有 他们怎么样 他们这样 他可以做面油抹面 灰灰的 你看 下刀这么狠 把大肠都剁破了 害我不能做香肠 我跟你讲 猪肝留给我 在那个地方看这一幕 我觉得说这个人也是蛮有意思的 为了一头猪还会吵架 还会说这个猪肉 豆得太小快 不甘愿 那么这一幕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要到教会去 从事宗教教育的工作 那么就在昨天 这一头猪 他从车上摔死的地方 大概离不到十公尺吧 我判断 那突然之间 我又听到 在我的后面 又是啪一声 这啪一声 我头又回过来看 有一个很漂亮的 穿着白色 那么滚着Laceband的 那个漂亮的小姐 骑着当时的摩托车 我讲可能年轻人 不知道这种摩托车的名称 那是我们这个十大 台湾在推动十大经济建设的时候 我们的工业第一部的产品 是光阳小天使 49cc的摩托车 有油 做温托车 没油 做卡大车 应该老贝德才晓的 这种摩托车 因为他骑着这种摩托车 那么在这个街上 要到市区里面去 那被一部公共汽车 从后面撞击了 那后来才晓得说 这个公共汽车的书记 喝了一点酒 当时是酒驾 那一撞击之后 啪一声 啪一声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 骑摩托车的这个 很漂亮的小姐 跟这一部摩托车 都飞起来 然后飞到一半 人车分离 这个车子 撞击到地上 等候能站 因为他就有中间一个连接 光阳小天使 四十九九细细的 那这个记者就断成两节 那这个小姐 飞起来之后 她也着地 那着地跟昨天那一头猪一样 是她的头先撞击到地面 然后呢 所有的情况 跟昨天那一头猪一样 头破裂 然后鞋就溢出来 然后她也躺在地上 怎么样 四肢一直撞 四肢抖动一直撞 那我又看到 那那些五六户的住家 又听到这个心 又跑出来看 就在那边上 哎呦哎呦 弄死人啊 弄死人啊 那 搓搓搓 我最后看到这位小姐 就是 再来 就不动了 那这些住家就说 小年 快点快点 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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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年 不然他死了 站在这 我去看看 四位 那这一次去 我不敢用脚踢他了 我就先 这个用手 放在他的鼻孔面前 好像 没有测 感觉不到 我的神经系统 感觉不到有呼吸 那我再把我的手 放在他颈部的脉搏上 我也感受不到 他的脉搏在跳动 因为我最后听到的就是 他就不动了 所以我抬起来说 死了 没穿过了 那这些住家一听到 全部又跑回去 我内心里面想说 哎呦 不会吧 不会什么 不会经过十秒钟 大家又拿菜刀跑出来说 哎呦 这个大腿好漂亮 坐起来插肉丝 竹笋炒肉酥 不会吧 果然 没有人 连一个人出来都没有 那还听到里面的老人家 在骂 他们家里面的小孩子 大家都会比较传神 狗狗狗狗狗 他都快关起来 就跑去做踢死鬼 他叫他们家小孩子 把窗户放下来 不要趴在窗户看 等一下会被脱弃当替死鬼 还有什么好看的 死人还有什么好看的 白布还是警察来帮他盖上的 我是募集证人 所以叫我去警察局做证 讲述这个过程 好 请问 是人比较有价值 还是牲畜比较有价值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给我答案好吗 人还是牲畜 你一开始我问的时候 你会说人 现在你可能会说 看起来 像那些情形的比较有价值 死在那儿 大家想做毒 那些肉 毒要想洗掉 死人 谁人要来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行政院长 陈正仁先生到花莲来 也有荣誉 院长跟我拍一张照片 放大掉在我们家的客厅 对不对 还提上次 这个行政院长 陈正仁先生 某年某夜某日 立临无家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的一种荣耀 好 改天 如果他死掉了 你要不要去躺在他尸体的旁边 跟他拍一张照片 然后放在你家的客厅 要不要 没有啦 没人这样做啦 团队你怎么这样说 你跟死人去想 你头部没正常 好 那我现在从这个角度 请大家去思考 请问你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 当然我们的观念 还是人比较有价值 不是牲畜比较有价值 那请问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 我的答案是 人活着才有价值 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 因为生命的气息 还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们就有价值 我们的圣经神 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请看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书第九章 请看第四节 那么这段经文 我们的神 透过所得门王 他这么说 他说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个人 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孙子更强 神用活着的狗 也许他是赖皮狗 赖皮狗 只要他的生命气息还在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 他比输掉的孙子更强 为什么 因为施主的生命气息 已经不见了 离开了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活着你才有指望 当你的生命气息 离开的时候 盖观论定 你没有什么指望可言 一个属人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没有任何的尊严 也没有任何的尊贵性可言 完全没有 那感谢神今天我们还活着 所以我们就有人的价值性在里面 我们就认为我们超越 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 我们就是万物的灵长 那这个就是人的价值 人的尊贵 因为生命气息 还在我的身上 现在第二个层次我要讲的 那我要再问大家 请问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我现在还活着啊 生命气息还跟我这个肉体连结在一起啊 我能够听 我能够看 我能够重塑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活动 经济活动 娱乐活动 等等很多 那请问 这个生命还在你身上 那生命的价值到底又在哪里呢 只因为我活着 我的生命就有价值吗 那不是这样子 我再从一个亲身的见 亲身的经历 再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有一段时间 我负担这个嘉义教会 那那段时间在嘉义基督教医院 曾经去做过一些医院里面的步道工作 那也是因为这样 会有一些木道的朋友 他们走进去我们的嘉义教会 来查考道理 那么也有人来接受耶稣基督 那在嘉义基督教医院做福音步道工作的时候 那么有一天 我拿着传单 那么从这个嘉基的这个六楼 因为它有ABCD好几栋 只有六楼是可以相通的 那我从这个六楼的这个育婴房的前面经过 从这一栋大楼要到另外一栋大楼 那从这个育婴房的前面经过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在育婴房那边发生的一件 一幕一件数据 一件数据 如果你把脸贴在那个玻璃上 然后有一个人他的脸贴在玻璃上 你数在室内 这个人数在四万 你没有心里面的这一种准备 你这个头抬起来 看到窗户玻璃上 有一个脸扁扁的贴在玻璃在看你 你会怕死 不相信回家试试看 你真的会怕到 我看到就是这样的情况 一个大概八十岁的一个老人家 他是一个男性 那他的人就贴在那个玻璃上 在看育婴房里面的这些小朋友 我从那边经过 我就看到他说 这个阿伯又看得很认真 可能他的孙子 还是他的甘子孙子里面 不是开放时间 没有办法把孩子抱出来 所以他的脸就贴在这个玻璃上在看 那刚好里面有一个妇理人员 那么在喂这个刚刚出生的小baby 那他完全没有心里防备 所以他在喂这个小baby的奶水的时候 牛奶的时候 那突然之间头抬起来 看到玻璃有一个脸贴在那边 我看他在刺一下 有脸只剩下 奶瓶掉了 然后呢 孩子也差一点掉下去 那个妇理小姐 脸就不好看 他就把那个孩子放好 然后那个门打开 说阿伯你是要怕死人了 很大声 阿伯弄了一下 真的弄了一下 就看这个 看这个傅士小姐 大概这个傅士小姐 她觉得这种口气 对待老人家应当不大适合 所以她的口气就放缓 放温柔 说 阿伯你不要这样吓人 你看里面哪一个是你的孙子 你只要按个电铃 跟我讲一下 我们打开 你年纪那么大的 我会通融 我就把它抱出来 让你抱在怀中 那这个是你的后代子孙 我们常常讲说 血脉相连 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手中 你会感觉到 我整个人生充满了盼望 你讲哪一个是你的孙子 我现在就抱出来 给你抱一抱 那这个老人家跟她讲说 我没有孙子在里面 不需要说 不然你是在看什么 你到底是在看什么 她说我在看里面的小孩子 小朋友 看他们的什么 老人家回答很妙 说我在看他们人生的未来 我从那边经过 我一听到这句话 我脚步就停下来了 看他们什么对话 那富士小姐很高兴 给你会看命 因为我们有一种是看这个脸像 有一些是摸骨 然后断定你人生的未来 那有一些是看 是合什么深层八字 然后去算你人生的未来 这是皇帝名 或起义名 那有一些是纯粹看脸像 所以我一看这个和顺 传道应该是皇帝名 那这个林张伟大概是去吃命 那好 这个脸像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富士小姐很高兴啊 比你最近的 这个二号床这个小朋友 你跟我讲 他将来是医师 还是建筑师 还是会计师 还是老师 还是室内设计师 不然也要当个礼仪师嘛 对不对 礼仪师知道 现在没有书 没有一个书 像人生都不赢 其实人生哪有用 全部都是书 对不对 没人赢 就是 总之你要告诉我 到底这个孩子 他人生未来是什么 这个阿伯就跟他讲说 我看不到这些 不然你在看人生 看这些小孩子人生的未来 阿伯说是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来人家这么回答 他说 我看到这些小朋友 他们人生 只有一个共通的未来 叫做 有些人 受众正情 属在家里 有些人生病到医院报到 属在医院 有些人在外面 发生意外车祸 撞属掉 有些人发生公安事件 属在工地 有些人发生战争 属在战场 他们的人生 只有一个共通的未来 叫做死亡 这个副书小姐很凶 死死死 要死你自己去死 比开死了 画死 有什么好死 所以他很不高兴 进去 蛮很关起来 骗一声 那这个时候 这个老人家 八十岁了 满脸都是作文 我说那个作文 可以假使苍蝇 假使文 转过来 苦瓜脸 刚好看到 我就这样看他 看到我 他问我一句话 下车祸 我有讲错吗 那当时我没有跟他说 你讲对还是讲错 我就有比一个手术 我就跟他这样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阿伯 你的眼光真的超越众人 副书小姐是用生活 看人生的未来 这个有我们奋斗的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 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读书 补习 拿高分 进名校 再来找一份好工作 最近有一个妈妈跟我讲 团兜麻烦一下 我说什么 麻烦什么事 我女孩台积电 一个月 团15万 这样把我们做一个 麻烦 你看安专营 一个月团多少 一个月赚多少钱 15万 在台积电 能够进去高科技电子公司 赚的钱都不算少 人生有很多理想可以设定 过过我们设定的理想 我们去历清计划 慢慢一步一步追求 也许你能够成为 私自辈的人物 律师 律师 医师等等 你能成为私自辈 出人头地 那这个老伯伯 他是用生命的角度 在看人生 他不是用生活的角度 生命 那我们的生命 从出生开始 电脑说一下 使徒行传 17章的26节 我们的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的神说 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已经定准了 你的连线 什么时候 我要把你的生命取走 神说 我已经定准了 所以我们老一辈的人 常常有一句话这么说 说 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那么他死亡的时间 我们的神已经帮他定好了 上天已经定好了 那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所住的江界 你要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是没有选择权的 所以我懂事 我就台湾人 台湾人好不好 真的有好有坏 没有国际地位 这个是不好 所以出国没有什么人格 常常被海关刁烂 尤其到中国大陆 这个不要讲 就是说我们没有选择权 当我懂事的时候 我就是台湾人 如果缩小范围来讲 家庭也没得选择 不是吗 你怎么可以拴老婆 说我拴郭台鸣 做我老婆 人生就不必奋斗了 是不是 张庄某是我爸爸 可以选吗 不能选 家庭也不能选 再来 男生女生可以选吗 不能选 一出生就十八 要扛起家庭的经济责任 没有办法 再来 脸孔也不能选 不然我选何顺惠传道的脸 出去万人迷 你知道吗 你死人了 这个脸出去没什么吸引力 多好 是不是 所以才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美容 那么进步 大家对自己都不满意 为什么 每得选 每得配 都是神跟你预订好的 包括你的年限也是跟你预订好的 好 那可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数学的时候 我们常常能够拿出来夸口的 拿出来跟众人比较的是什么 是生活的成就 好像这个妈妈跟我讲 我儿子在台积电一个月赚十五万 这个是他夸口的 这个是儿子给他的荣耀 好 那我问他一个问题 人生有得必有失 你的孩子一个月赚了十五万 你感到非常的喜乐 非常的满足 我这个儿子让我喊荣耀 非常有面子 妈妈请问你 失去了什么 但我说 失去了什么 没有啊 每个月十五万说拿回来 完完全全都敲给我啊 我就是给他几万块钱的生活费啊 我帮他存起来啊 没本啊 买房啊 我说真的没有失吗 只有得没有失吗 他想一想说我想不出来啊 我跟他讲说 对不起 你儿子三十七年命 他得到了十五万 可是他是用三十天的生命去换的 他离死亡更近三十天 但是我们没有人在乎这个生命的流速 我们都在乎生活到底我有什么成就 我们在乎的是这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本圣经 我们的神 他曾经感动他一个仆人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诗篇的四十九篇 请看诗篇四十九篇 诗篇四十九篇 那么他在原文上 他是这个叫游吟师 就是说我们的神 猜浅他的仆人 当成是一个流浪者 然后呢 在第四节里面提到说 他拿着琴 那么当成是他扮唱的工具 然后我们的神的灵去感动他 然后他到处流浪 那么唱出用这个琴 当成伴奏的工具 那唱出我们的神 给他的感动 那么告诉世人 人生重要的是什么 那在这一篇的诗歌当中 是生活跟生命交出在一起的 一个人生的交响曲 我们先来看十二节 十二节 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 如同死亡的处类 一样 我们先来看 再来看二十节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处类一样 上半节讲的是生活的追求 能够达到的成就 他讲的是生活面的 我们的神不否认 你的生活透过你的努力 你能够达到一个相当 在人类社会当中 我们注认为我满意的社会地位 圣经很简单用尊贵 那么他的原文有两层译书 一个就是钱财的获得 得到生活保障的满足 另外一个就是我德高望重 得到众人对我真正的尊重 那有两层译书在里面 我们的神说你努力 你可以去追求 我们的神不否认 来到世界 大家都是在追求成就 可是这个是生活面的 当你在追求成就的过程当中 你的生命一直在消失 一直在消失 好像我46年次的 我今年67岁 所以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想了一下 棺材从脚底已经埋到脖子了 我是这样 我就剩下一个头还没有到棺材里面 很快就进去了 因为棺材到我阿嬷棍 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 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 或者木道朋友 你几岁 你也可以算一算 棺材到桌子了 已经埋到你什么地方了 所以上半段讲到是 生活你可以追求 我们的神他不否认 但是我们的神 提醒我们一件事说 不能长久 你生活的成就 是不会长久的 不会存到永远的 所以这个长久 他的言文就是说 过夜 过一枚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住一个晚上 一宿 过夜或者一宿 他的言文是这样 所以从神的眼光 他说生活你追求 你可以成就 你可以得到大家对你的尊重 你可以得到崇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呢 只是一夜 就是说我们的神 看这个生活是非常短暂的 七八十年 那如果当我们的生活面消失了 那下半节就提到生命的问题 因为这个生命的气息 离开了你的身上 那圣经说 那请问你跟一头牲畜的死亡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发现一样 好像昨天死了一头猪 今天死了一个人 我们发现死人比死猪 更没有价值 那请看二书节 我们的神又不否认 他说你可以追求尊贵 你可以追求 但是我们的神又做了一个提醒 叫做 可是如果你不醒悟 那这个醒悟 我去看他的西伯来文的原文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会去做有洞察力的深远的思考 然后去做昏变 意思是你如果没有做深入的洞察力的思考 然后去做昏变 那你就离开这个世界 那怎么样 那你跟一头畜生的死亡 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生活的成就 是靠我们的努力 可以追求 神不否认 但是神提醒两件事 第一个 生活很短暂 几十年 神说过一夜吗 一宿 没有了 第二个 你如果没有发挥神赏识给我们的深远的洞察力 你把你的生命推到人生的死亡点 我把我的生命推到人生的死亡点 我躲在洞察里面 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我这条人生的路应当怎么走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不会感觉到遗憾 我是能够心满意足的 我是能够带着喜乐的 然后我结束今生的生命 所以你可以 回到人生的死亡点 再看这条人生的路 我怎么走啊 你要有深邃的属灵的洞察力 然后发挥神给我们的人类独有的思考的能力 然后去分析 去判断 去做一个好的选择 这个是结论 那我们的神在这一篇的诗篇当中 他先讲生活面的成就 当一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 请问在生活面你能够追求什么东西 在这篇里面我们的神最少提到 你可以追求五样东西 这五样东西是一般的人在生活当中 极力做追求的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从第六节到第九节 这个叫金钱 我们讲他的人生观叫做唯钱观 钱啦 有钱同好啦 小钱什么都不好 有钱什么都无问题啦 所以有钱虽然不是万能 但是我们都知道 没钱是万万不能啦 所以很多人把他们的生命 我现在讲生命 我不是讲生活 把他们的生命跟钱 画上等号 都是他们的人生观 所以我就是拼钱啦 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 什么灵魂地球 什么来生要先盼 没效啦 我这世人有钱还要紧 所以他就把他的生命跟钱 画上等号 所以我整个人生所充满的是什么 就是为钱观 那人就是这样子啦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金钱 把生命全部都消耗掉了 有一次在我注目的教会 开福音茶会 那来了一副 这个木道的朋友 爸爸带三个小孩子 来参加我们教会的 这个布道的聚会 那总是会后会介绍 木道朋友让大家认识 那名单拿到 会心里笑 来先来介绍这一副家庭 来 爸爸请站起来 爸爸叫做吉满灵 他刚好姓钱 一万两万的万 宁静的宁 待会叫做吉满灵 大家就会心里笑 老婆真有意思 爸爸很有意思 他也听到说 在这个世间 钱是万能的 介绍他的大儿子 大儿子叫吉金来 黄金的金 钱金来 那大儿子叫钱金来 可能钱没来 所以他第二个儿子叫钱要来 那可能要的没有很多 所以第三个儿子叫钱都来 一家人都有够爱情 所以名字跟钱都有关系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 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我们追求的人生的内涵 钱 所以追求企业成功 追求能够成为一个高收入的人 那有钱什么都很熟 不是我们的神讲一句话 第八节第九节 甚至第六节说 生命的价值不是用钱去做衡量的 因为钱救不了生命 如果钱可以救生命的话 那今天人应当不会死才对 到医院去 钱开下去 对吧 钱压下去 生命就倒回来了 问题是钱救不了生命 所以你看第八节里面说 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太贵了 不要拿钱跟神谈判 没有用的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为钱观是很多人的人生第一目标 第二个 第十节叫为自观 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智慧人 没人要做傲人 大家都是追求智慧 那么台湾的博士 台大博士拿的觉得不够 那么我去年11月份在英国的时候 碰到一个台湾的这个 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拿博士的 短暂跟他交谈 他说这是他这一辈子拿的第三个博士 第一个是在台大拿的 第二个博士是在美国 什么大学我忘记了 不是很知名的学校 不是什么Princeton 什么这个博克莱大学 这个不是 那个学校我忘记 那第三他跑到美国的剑桥大学 去拿第三个博士 那很多人一辈子就是专研 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学问 他曾期待能够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 一个高社会地位的学者 那你连结到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我们的神说什么 我们的神说 这个这样行 本为自己的愚昧 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样子做 这个愚昧 他的原文就是说 荣耀的称 原文叫荣耀的称 他们这样子做 他们觉得 就是他们人生荣耀的一个称称点 我是谁的博士 他一个什么 他一个学者 台湾拿博士 美国拿博士 剑桥 英国大学 英国我也拿博士 这个是他们的荣耀之所在 这个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指望 所以这个事实上 有很多大师级的学者 讲到念经济系的话 经济系的学生要认识 这个经济学大师 叫什么名字 叫彼得杜拉克 他讲的话 在经济学就是不变的定理 到现在不被推翻 物理学的大师 爱因斯坦 一等于MC平方 从他发现之后到现在 还没有被推翻过 都是永远不改变的定理 太多这些大书籍的人 那我们的神在帝书节说 先讲到他们社会追求的成就 然后再来用生命的调处去看他 这种人敢不死 地匪人敢不死 有一个人敢不死 都要死啊 所以帝书节我们的神说 那请问他们死的时候 那么跟鱼丸人 鱼丸人就是明晚不宁 笨笨的啦 或者IQ比较低的 畜类人就是坐监幻科的那些 那正生的 没有灵性的 那请问这个智慧人的死亡 跟这些人的死亡 有什么不一样 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这样 有的气息 都是死亡 它有比别人强 所以智慧是相对的价值 我不敢说它没有价值 你活着的时候 能够给你成就 是相对的价值 从生活的角度来看 是这样 那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没有价值 为什么 生命气息离开了 死掉 离开这个世界的 不能活认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在走 随条路线 叫为至关 他的人生就是跟学问 跟知识 跟智慧 互相连结在一起 然后获取我们对他的尊重 可以啦 这个是应当尊重 要花费很多时间 也值得我们尊重 但是从生命去看他 我们的神说 他荣耀的诸生 离开了他生命 他的人生 生命就没有价值了 第三个 叫做唯明观 我们看十一节 十一节说 他们以自己的名 称自己的地方 就说人生 人生就是利得利公利言 叫人生三不朽 我们的前辈 是这样引导我们的 那利得利公利言 那最好的就是 把我们的名字 留在这个世界 让后人能够 树树代代的 能够来纪念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另外一句话说 说 朴死流皮 人死 老命 人喜爱老命 我们花蓮 有没有中山路 花蓮是有中山路吗 纪念谁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中正路 有 那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每一个县市都有什么 中山路 中山路 中正路 我们晓得是纪念谁 因为这个是人 在整个人生当中 追求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境界 把名字留下来 为什么叫 长庚纪念医院 因为 因为王永庆先生的爸爸 叫王长庚 所以他有成就 他就 建了医院 就把他爸爸的名字 当成是这个医院的名字 所以是长庚纪念医院 那台北有什么 罗斯福路 罗斯福总统 导演有什么 清国路 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总统 等等 那我们人类世界 不外就是这样子 不外就是这样子 所以 有很多人 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他们追求的是 唯明观 我努力奋斗 我有成就 那我就把我的名字 留在这个世界上 宿基留下来 那大家能够去景仰他 那如果你看这个 传道书的第一章 你会发现 发现我们的神说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那这个地是永远长存的 那他们经过的时候 他们的名字 不会有人纪念的 那这个是在 我们请电脑作业一下 在传道书第一章的十一节 传道书一章十一节 所以如果我请 请教大家 请问台湾的 第五任行政院长 叫什么名字 我在插插他 请问美国第四任的总统 叫什么名字 我管他那么多 活着的时候 不是刺炸风云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过去了 什么世代 你还在想这 那是要做什么 是不是 刘明生 对我们来讲 有用吗 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第四种人生观 是十四节里面 所记载的 叫唯美观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 追求外貌的美容 所以今天我们世界的医学美容 才这么进步 美容的钱是最好赚的 那表示大家对自己的脸孔都不满意 不然就要割个双眼皮 对不对 不然就是龙的鼻 不要每次就是这个扁鼻子 塌塌的不好看 不然就是什么 蜂甲 不然就是削骨头 变成鹅蛋脸 鸡蛋脸 不要这个什么 唐老鸭的脸有多难看 美容 大家都被美容 都很希望我这个身体 能够美美的 然后对人能够造成 很著名的吸引力 我有一次跟教会的访问主 去访问一个八十一岁的老姐妹 那这个老姐妹 已经老到 雅鼠掉光 只有剩下一颗 一戏掉在这 一笑的时候就一颗门牙 满脸都是皱纹 那我们有一个姐妹从地上剪了一张照片 她就拿给这个老奶奶 说奶奶 照片里面这个小姐好漂亮 这个是谁怎么掉在地上 这个老奶奶拿起来一看就说 这个是我啊 我这张照片找了好几天找不到啊 这个是十八岁的我啊 那这个 这个访问主的童工就说 哇 阿嬷 你十八岁有得漂亮 那闲路了 你知道这个阿嬷怎么样 嘿嘿嘿嘿嘿 一高牙齿 甘典你这才 甘典你这才 看到十八岁的照片 高兴得不得了 非常漂亮 美容嘛 那圣经十四节说 美容会被阴间吞吃掉啊 当我连继老迈 进入坟墓 到阴间去泡道的时候 美容 美容又怎么样 飙失不复存在了 好 这个是第四种人生观 很多人 影歌星最会追求这个了 拉皮拉到最后一个脸皮 就跟僵尸一样 对不对 第五种是十八节 十八节 这个叫 人不畏己天助弟妹 这个叫为己观 我做什么事情 首先考虑的是 我能够得到什么效益 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我不会去先考虑别人 一定都是这样子 正常人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要念硕士 工作比较容易 在学校教书了 为什么还要去修假日硕士班 我弟弟 已经在学校教书了 来到大学去修硕士班 我说有问题啊没问题 为什么去修硕士班 他说大哥 这个叫薪水加强班 什么 修硕士班 我是这么意思 他说我硕士拿到一个月 可以多八千块 可是薪水加强班 硕士班 人不畏己 真的天主弟妹 那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大家都以我们为榜样 所以我们今天 现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社会在看的是什么 看张忠宏先生 看郭台铭先生 这些都是奋斗成功 白手起家 你看这么辉煌的 七月王国 拼 都是先看自己 能得到什么好处 然后呢 如果能够这样 圣经说 人必夸奖你啊 才有够够 人中的精英就是这样 但是十九节说 他不必死吗 所以你要发现 我们的神都讲 你社会上 你的生活可以有成就 五种 钱 智慧 然后呢 名望 然后呢 美 美容 然后呢 然后就是立即 这个你都可以追求 我们的神也不否认 当时把生活的东西 拿出来跟生命 去做对比 你会发现 当你生活 获得成就的时候 那你的生命 就一直在消失 所以生命是有限的资源 一直消失 一直不见 那这一整个诗篇当中 只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告诉我们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转折点在哪里 请看十五节 最前面这三个诗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一个人生命的教主 就是主是神 就是你的生命系统当中 有没有神加入 你认不认识天上这位神 你愿不愿意开放心胸 去接纳这位神 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生命系统里面 去拥有这一位神 那这一位神拥有的时候 圣经十五节告诉我们说 只有神能救赎我们的生命 生命每天都在消失 但是没有人能够赎回生命 过去的就不再回来 但十五节也说 主是神 你生命的教 一个人的教主是生命 可是生命的教主就是 拥有神 为什么 因为这个神 他才能够给你生命 拯救你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束缚 请问大家 他的生命还在吗 被对花的生命还在吗 在不在 不在 不在 为什么他还这么先念 生命还在 他没有枯干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 当我们人患了罪之后 我们的神已经把永生 生命的永生 剪掉 把你丢到 这个束缺上 那我们来到这个束缺 就靠着 这个花束 小小的水 去果眼禅传他的生命 所以他可以这么漂亮 那我们一个人的永生 已经被神剪掉了 我们被神 赶离开神的面 那来到这一个物质的束缺之后 那我们就是靠着束缺上 一点点的物质 维持我们的肉体生命现象 但事实上 他的永生已经断绝 我们的永生已经断绝 消失了 我们只是一个肉体生命现象的 短暂存在 那等到 他的生命走到尽头 短暂的生命走到尽头 他会枯干 枯干之后 他的结局是什么 就是垃圾头 垃圾头 当我们的生命走到人生结局 生命消失掉的时候 肉体呢 肉体 呆掉 归成土 那灵魂呢 灵魂进入阴间 因为最没有得到 耶稣基督的赦免 那现在如果有机会 我这样说啦 如果我们把这一朵 他的永生的生命 已经被剪除掉的 今天如果有机会 接回去 他的本根上面 请问这一朵花 会不会枯萎 消失 会 请问他的生命 有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因为他接回去 他的本根 能够延续 他的生命 他可以东山再起 好 那我用这个比喻 我要讲的是 今天我们天上的神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提供给我们机会 他说你可以把 已经死亡的永生 透过这个神 耶稣基督 接回去 永生的系统里面 就是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拥有神 接纳神 那就是 接回 神的永生的 生命系统里面 我们这个人 还是会从这个世界 消失 但是我们的灵魂 是 不会再死亡 回归到神的面前 生命 永续存在 今天重要的是 这一个工作 只有神 他才能够拯救 我们的灵魂 脱离 阴间的权柄 只有神 他才是我们永生 唯一的一个语句 所以这本圣经 我们的神 他曾经用一个人的声音 去告诉他的先知说 去外面喊叫 那这个先知 莫名其妙 他问神 我要喊叫什么 喊叫什么 我们最后来看这节新闻 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40章 以赛亚书40章第六节 那么到第八节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段经文当中 说有人声说 你喊叫吧 这个是我们的神 用人的声音 然后告诉他的先知说 你喊叫吧 那这个先知就问神 我要喊叫什么呢 我们神告诉他什么 你去向世人讲 讲说 环游血气的都如潮 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貂蝉 因为耶和华的气 吹在其上 百姓成然树草 草必枯干 花必貂蝉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你只有依靠这一本圣经 神的真理的引导 你才能够重获永远生命系统的连接 就是生命的价值 要不然你的生命现象 虽然还存在 但你的生命 接不回去永生的系统里面 对不起 你的生命的价值是有限的 当你数掉的时候 就没有价值 你这个人没有价值 你的生命也没有价值 因为是到阴间 接受永远的行法 所以我们很期待 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 我们都能够认识这本圣经 我们的神所给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生活的成就 你可以追求 神不否认 但请你慎重考虑 我的生命要拥有神 我们才是真正的 有人的价值 也有生命的价值 有准备 由耶稣能够来纪念带领大家